很快的明天就是金马伦高原国席补选的投票日了 朝野重量级领袖纷纷上山助阵 希望在这最后一天的竞选期 为自己的候选人增加胜算 那西蒙今天就迎来了最重量级的领袖 首相敦马哈迪 没错 敦马亲临双西哥央 肯知民区向原住民败票 敦马火力全开 炮口对着他依然是前首相纳吉 他重提纳吉和一马发展公司之间的丑闻 更形容对方是盗贼 首相也说国阵委派原住民成为候选人 根本是为了欺骗原住民 他呼吁选民把票投给西蒙 因为投国阵已经没有意义了 首相敦马哈迪今天在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成信党主席莫沙布 大马原住民阵线代表纳西尔等人的陪同之下 来到了双西哥央肯殖民区 为西蒙候选人肇事 吉马轮补选投票日倒数一天 那来到了最后一天的竞选期 首相敦马也压轴来到了双西哥央肯殖民区 当他拿起麦克风致词时 他不忘像在场的原住民朋友自我介绍 仿佛像是在提醒大家 别忘了他才是如今的马来西亚首相 敦马接着火力全开 炮口对准的就是前首相 纳杜斯里纳吉 他抨击纳吉 炮转了那几一轮 敦马今天当然也不忘为西蒙候选人马诺加兰拉票 他呼吁在场的原住民朋友 明天要把票投给西蒙 强调西蒙不会忽略原住民群体的权益 还说国阵委派南利莫哈莫诺上阵 其实是为了骗原住民 我确认我们没有任何时间 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人 父亲也不可以 我们也要选择一个人 我们也要选择一个人 但是你要选择一个人 我们要选择一个人 所以要选择 吉马伦是个混合选区 在这次的吉马伦补选中 双西割秧这个肯殖民区 几乎每天都聚集朝野政治巨头 令这个小镇频频登上新闻版面 获得关注 NTV7许文杰 金马伦采访报道